中南部面临干旱 那么旱灾中央灾害的应变中心 就考量这降雨的不确定性 所以从今天开始将会把新竹台中 还有北彰化调整为减压供水黄灯 同时加大成灯地区 像是台南高雄减量供水达到节水的效果 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 会在尽量不影响民众用水之下 晚间10点到隔天早上6点 实施减压供水 并且从20号开始 针对游泳池 洗车 三温暖等等的业者 节水率有10% 提升到15%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